挑战走遍所有安徽人的家乡 今天来到我第69站 顾镇 这是我流浪的第71天了 我现在人还在林毕 我要离开苏州 前往蹦破地区了 今天大概骑行40公里了吧 离顾镇市区还有20多公里 第69个城市 顾镇你冲不冲 冲冲冲冲冲冲冲 你赞不赞 赞赞赞赞赞赞 今天现在温度是37度 今天是很晒 非常晒 但是我电瓶车续航能力又提升了不少 竟然看到蒙城方向 因为我是蒙城的嘛 就是看到蒙城方向就很亲切 还有六个城市 我就彻底把安徽胜走完了 还有楚州下面的两个线 澎湖地区还有一个蒙城县 一共还有六个城市 好我们市区见吧 顾镇打卡完成 下午打了卡 现在已经是五点钟了 这是我住的宾馆 我们出去丢溜 丢打丢打 还是有电梯的 晚上在这充电 今天一出来都是狂热的风 我们去哪呢 我们去宜中吧好吧 顾镇是个年轻的城市 好像是安徽最年轻的城市 我们去第一中学 这东方路 这边宾馆很多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是车站吗 今天风很大 你看这前面吹的 就骑不动 刚刚我这边也是 被吹的很厉害 感觉突然蛮要下雨了 讲真的 顾镇的绿化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从林壁过来这条路 一路上 二三十公里全部都是梧桐树 很多人都知道 我很喜欢吃梧桐树 讲真的顾镇的绿化还是不错的 沉沉沉 今天风有点大 就一路上就比较费电一点 这是一中吗 这是老一中是吧 接下来我们去哪呢 我们去那个火车遗址好吧 太阳 太阳真的很晒 我已经跟你们打卡完毕了 今天风真的很大 我也不知道今天我讲话的事情 大家那么听不得到 因为今天风雨太大了 有点树 风雨生细心 但是今天没有下雨挺好的 本来说今天下午就要下雨了 那个雨已经飘到林壁四线那边了 明天去武河 真的顾镇的绿化算 县城里面算不错的 特别是在晚北 我骑了七十一天 我终于来顾镇了 顾镇老三更给点个赞了 大美顾镇 从突然挖大风了呢 给孩子一个童链 这是什么 什么学校 高楼大厦 铁路立交 冲 冲冲冲冲 不过今天有风感觉到不是那么热 今天37度 不是关门了是吗 关门了 关门了是吧 对 好 下班了 七八九外费还是我的安徽美食之旅 我还会再来一次顾镇的 大家有什么推荐 顾镇有什么好吃的 有什么好吃的 推荐给我的就是哪一家 我会第三次欢迎安徽 看看下次下站去哪 今天我们多拍一点 多拍一点 我们去高中部 乘乘乘 这是四桥 这个桥有740米 今天风势有点大 在这边又比较少人了 冲冲冲 好像前面有一个茅坦厂中学 这天有点可怕 不要下雨 这是茅坦中学是吗 这边是茅坦中学 看看 大家我到了啊 给你没打卡了 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很多 关注我的小朋友 又给我发弹幕 又给我留言了 有点感动 所以说 我就做一些我能做的事吧 哇 风很大 我给你没打卡了 你到达目的地 目的地在当前道路 齐行导航结束 哦 福镇最好的中学是吧 好像是一个茅坦厂 一个 福镇中学 你看这个天 有点可怕 我感觉 福镇是一个挺抓教育的一个城市 冲冲冲 向着老城区冲冲冲 我的妈呀 风真大 这个天有点可怕 感觉要下雨的节奏呢 我感觉有水滴的节奏了 我本想趁现在凉外 我们家里开着水滴呢 突然就下雨了 啊 走了七十多天 终于来到湖镇 接下来还有几个城市 五河 明光 凤阳 凤湖 怀远 蒙城 就六个城市了 我的妈呀 没想到那么大的风 还好我电影就够重 我们就简单逛逛吧 第一小 哦 这是一小 一个学校 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每个固定人都这么认可 教育资源是对一个城市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到那边打个卡 哦 我知道 老一中在哪里 新一中在哪里 念这两册子都是绿树 可能你们看起来西异为常 不是每个城市都是这样的 真的 真的 我去了60多个城市 我讲话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 而且 我都骑电瓶车 在每个城市穿梭 这边有个中楼 这边有个中楼 新华书店 因为它是个新县城 我也不知道它具体的怎么一个规划 一般那种 一般那种传统的县城 它们会有东关南关西关北关 而且它们有一个护城河 就绕着那护城河走一圈就可以了 但是固定这种比较新的县城 就是不太方便逛 必须要看导航 我们就简单逛逛吧 马上最后再去一趟布庭街 就大公告城 你看这树 这是第二人民月 也不知道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吃的 大家得要推荐一下 对吧 咱都一家人 都自己人 下次我来的时候 我可以也来尝尝里面吃的东西 就是你觉得什么好吃 你就推荐一下 回来我选一个 不一定是什么特色的 当然你们推荐特色是更好的 今天有库的电子冰车辛苦了 今天风太大了 最近停车 马尼可乐区 太可了 这里有个好想的 你看我的手 手 сам 能不能看见 晒得都 都白了 我们去城西 好像城西有个二重是吧 其实大家留言我都有看 就是因为很多人 大部分留言就想要我去拍他们的母校 或者他们的学校 对吧 像我们这种做服务业的人 我始终觉得做私媒体就做服务业 观众有什么要求 我们就满足他 观众对我好又对你好 当然学校是对一个城市非常重要 不然就不会有人就是辛辛苦苦 我攒了一辈子的钱就买个学期房 冲冲冲 这边应该是高中部 看这个楼那么新就像高中 好 二中在城西 一中在城南 又没打卡了 请中医来往车辆 前方即将到达目的地 弟弟妹妹妹 我给你打卡了 在谁的母校 留个言 我们去城西公园 看一下 现在已经六点钟了 现在六点多是最舒服的时候 七点名车 我们到南北区 许圣文化公园 这边是可以的 七点名车 这边 这边有一条湖是吧 感觉像是 健康主题公园 水线 这公园蛮大的 也蛮漂亮的 我都有点害怕 我到时候我相机没有电了 我的天 我们赶紧去老城区 还有六个城市 就车里走完了 我就是骑行安徽第一人 我们去步行街 冲冲冲冲 明天去五河也要60公里 这个月17号是我所有的视频结束 迎宾大宝 两个多月的时间 做了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 你肯定听说过有人骑行去新疆 骑行去西藏 但你没有听说过 有人欢迎安徽 那么我就是第一个 我在网上也没找到过 等17号的时候 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简介改一下了 电瓶车环游安徽第一人 越真实越动人 从北方走到南方 从南方走到北方 从春天骑到夏天 从4月骑到6月 以后一路上真的收获很多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 比如说一路上电瓶车没有电了 真的很多人帮助我 有的人叫我去他家吃饭 有的人让我到他家洗澡 洗衣服 路上还是好人多 能收获到很多东西 真的 读万卷书步行万里路 我已经骑了7000多公里了 一万多里的路了 人生都是要学习 当你停止学习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人老了 五河没有去过 凤阳没有去过 霞里都去过了 怀远 蹦步 荣光都去过了 乌珍也是我第一次来的 没有去过的地方 这漂亮的 东风社区 我们去趟步行街吧 那边感觉比较闹闹 又绕了一个大圈 冲冲冲 往南走 这条路又走过了 冲冲冲 冲啊 这两个小区 上面还有两个钟呢 就是这个小区 上面还有两个钟 我第一次见这种的 我说你去一个城市 不一定能学到什么 但是你要见识到什么 感觉这边就是固形街了 我感觉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逛 在这在这 这边感觉值得逛一逛 这边应该就是 固執最终闹到的地方了 固執人讲话还是跟灵地差不多 这边跟灵地还有一点区别 我的天哪这风 吃了一嘴巴灰 处汉不紧接 这边人很多 这风火台 这能上去吗 它这都是固定的团围 有的城市 他们也会自己打造一个 像这种步行街 像这种美食街 但是 不是每个城市 都能打造的那么好 这么有人气 有的城市 弄一个夜市 步行街真是 因为这边人气还挺旺的 这个东西两侧也是蛮多吃的 人流就是钱流 说明当地政府丢话 还 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 还挺好的 不错 今天是澎湖地区的第一天 澎湖地区 我感觉电瓶车还是未来 我都想 开始卖电瓶车 当电瓶车越来越规矩的时候 人需求越来越大 等以后那种15分钟能起100公里的 快空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真正电瓶车的未来 电瓶车有点好就是茶匹 安静 但是安静也有威胁 你骑摩托车 比如说你骑摩托车 骑很快 然后远处有行人听到有摩托车声音 旁边会闪 你骑电瓶车 太安静了 就是能往东边走 固定绿化可以 非常棒 太快路闪了 回去了 吃点东西吧 看这附近有没有卖吃的 今天周六明天周日 有的邮局周日不开门 五何元也挺多的吧 这边也有个学校 哦 第五小学 至少这两个月我做了一件别人的救护事 身为一个安徽人也挺有意义的一件事 啊 把各个老乡家都藏了一遍 看看各个城市的发展 看各个城市的老乡 至少我把所有的城市走完以后 每个城市都有认识过客 我想我今天回去晚一点 都逛一逛 这边快塞店 要不然我明天就拍到没店吧 我现在每天剪一个视频都要花两三小时三四小时了 突然觉得视频越来越难剪 我真的很想能拍到你家门口啊 就是有很多观众就说 哎呀我的家到了 我要下车 我一看到这样的 我自己都开心的不行 你知道吗 有些人就说 哦操到我家了 其实我也想我家门口被别人拍到 哎呀 就觉得挺特别的 哎呦 我也想我的学校被别人拍到 哎 挺特别的一件事 人生活的地方 才是最有人情无热的地方 我们这种县城呀 多的不就是人情味吗 有的就是人情味 我今天中午吃了一个卷饼 今天中午很累很热 然后吃了一个卷饼 很不错 那老板娘看我提醒的 那老板娘看我提醒的 然后拿着我 叫我给他拍了一个抖音 你看 这绿化 绿树遮天 就这样夏天的时候 骑着电瓶车 就是也不大 因为今天下午休息了嘛 所以说我 晚上能多拍点时间 现在也不是特别累 就有点头痛 哇 我扬了空以后就是 头就是不舒服 本来都打算录炎的 然后就现在就真的没办法 一直好不了 今天我跟他老板五块钱 马上可以充一会电 现在就没有什么太长太长的路了 嗯 从怀远回蒙城的时候 可能 哼 就比较远一点 又到这个位置了 老字号少吃 这边冰碗挺多的 刘老二福利机烧鸡 纸巾中间好像是最好的出东西吧 这逛逛差不多了吧 没有别的地方了吧 所以另外我就去 自己瞎逛逛了 我就不拍了 谢谢大家拜拜